演艺圈近年来流行 这老男人复古风 像是之前张宇 陈生 还有近期的纵冠线跟温娜 五虎 下午呢 吴宗宪和高临峰 以及康康也想要组成三大男高音 我们立刻呢 就把时间交给罗佩宇 告诉大家最新状况 好的 主播会观众 演艺圈最近吹起老男人当道的风潮 从三小男人到纵冠线 像吴宗宪 康康还有高临峰 也组成三大男高音 只不过这个男呢 是很有难度的男 4月3号要前进上海开唱 就是要跟纵冠线来拼唱 来看一下稍早的访问 其实办演唱会在内地啊 现在高难度越来越高了 因为大家要求越来越多 纵冠线做完以后 大家都有压力啊 所以我们现在三个呢 那当然呢 一定呢 在这希望呢 最起码能够能够超越一下 他就是纵冠线嘛 后来又有一组叫 三小男人 不是 他们叫前列线 那我们三个是社户线 社户线人家用过 用过啦 陈森用过 那就直接叫吴宗宪好了 为了演唱会的画面呢 这一次三个人还来到方文山的巢店 要进行爆破的场景画面 其实这一次呢 是高临峰主动邀请康康和吴宗宪 一起来开唱 就是要完成他60岁之前开唱的心愿 不过吴宗宪呢 这也开玩笑说 这个国片蒙甲的这个票房破千万了 如果三大男高音演唱会票房超好的话 回来一定要在蒙甲开唱一场 好的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哦 好的 我们谢谢沛宇的连线报道 我们稍后更多讯息会随时提供给您 现在